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上任音乐总监之后 第一场音乐会 指挥的音乐会 不过想要先跟张静华老师聊一下 因为像我们啊 就是母亲国典音乐团的粉丝们 大家都很熟悉你是在 西方古典音乐舞台上的表现 所以老师你跟着国乐渊源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 在学校学中午 工作之后 严格讲起来真正和国乐的合作 是这三年吧 NCO的很多跨文化 和越南音乐的合作 和韩国音乐的合作 而且我们实际上也到了 越南跟韩国去演出 比较深入的交流 所以严格讲起来大概这三年 那我们就可以来问一下 王宇玉老师 这一次这个音乐会 因为它叫破检重生嘛 我注意到那就跟 这次也要发表 世界首演的新作 它是同样的名字 那各位讲讲 这个创作的缘由是什么 在这个之前其实 我已经很早就想要写一个交流曲 第二号交流曲 那因为刚好 早前上任刚好也是一个机会 这次的创作缘由 跟现在大家最惯性的一件事 就是疫情的问题 这个疫情其实已经造成 大家整个社会的环境 所有的一些观念想法 全部都已经打乱了 那其实也是因为 在这个时间之内 大家可以重新的形式 对于生活 对于所有的态度的想法 或许在这个部分 大家就可以重新开始 对于每件事情 有一个新的出发点 重生的一种概念 后来当然是经过一些 大家的讨论 就把这个如影之曲 再叫破解重生 那在这个作品的范围内 一定是有跟生跟死的部分存在 好快 死一定会有一些送账的东西 在这个乐曲里面一定会有的 生死里面我觉得 当然还是会运用到一些 其实跟台湾有相关的 比方说一些原住民的东西 我觉得原本它的思维 跟原本我想要创作的一些 原住的东西 它或许会有相冲突 在这个现在的环境里面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 占蛮大的部分 以前或许在生活上面 大家都是一个比较平顺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就变成是 大家一直在做一些 很冲突性的东西 然后再去做一些 思考平静下来 然后再重新出发 这是我这一次 在创作里面的一个想法 那到最后一章 就是我们的作品里面的标题 就是重生 已经是升华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是很适合 今年啦 大家都会觉得2020年 好像是一个 很多阴霾的一年 所以我觉得也是 很适合大家 在2020年这种气氛里面 来听的一首曲子 那也可以希望从 里面获得一些力量吗 都是有的 就或许你从死的一个状态下 然后你重生的时候 就会希望有一股 更强烈的一种 想法跟动力 那我不知道 江青柏老师怎么想 因为我刚听 范芸老师怎么讲 我其实想到是 马拉雅第二号讲完曲 刚好也都是第二号 刚好也都是重生的 这样的主题 对 有死而生 对我觉得蛮值得 大家来听听看的 这场音乐会 其实上半场的曲目 第一首呢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因为它是江文演的 台湾舞曲 那这种曲子 其实我觉得台湾 古典音乐听众 应该不陌生 因为蛮常会被拿出来演出的 但这次 是国乐团的版本 对 那我不知道可行 那我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这首曲子用国乐团来演出 它是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感觉 我自己之前用 教兰乐团演台湾舞曲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有一种距离感 那个声响世界 我觉得就是因为用西岳演 所以他跟江文演 想要去捕捉的 那个庶民生活 或者是他想象中的 或者是他回忆中的庶民生活 就有一层 恐怕不只是薄杀 而且还蛮厚的杀 我最近就是很 一个巧合的情况下 听到陈能记 他把这一首曲子改编成给播一团 然后我就忽然觉得 这样就对了 那个sound picture 就是那个声像 跟庶民生活就结合在一起 你可以想象 可以更贴近我们的这种感觉 就对了 所以我自己非常期待 能够用国乐来呈现这种曲子 我觉得会更接近 江文演想要表达的感觉 因为事实上 江文演在写这个曲的时候 还没有国家教兰话这件事情 所以他没有这个媒材 所以他只是曲用了那时候 听到的音乐 然后把它变成 西方款式的乐团的形式 他也没有办法变成国乐团的形式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时候国乐团根本不存在 再来这场音乐会 还有两首协奏曲 一首是这个洋情协奏曲 叫做大鲁山蓝 那另外一首是 第一次协奏曲 叫做陈希 那不知道两个老师跟我们谈谈 这两首协奏曲跟诅奏讲 大鲁山蓝是林静平老师的作品 我非常喜欢 他取材的是 大鲁山里面的盘文族的素材 包括盘文族的传说传奇 盘文族的古调 讲述的就是 大鲁山上有一棵千年古树 千年古树上有一株 千年古树 盘根这个古树 盘根错节 基本上是爱恋了 我们知道排湾族的象征百步蛇 其实也出现在这个作品当中 就是他一开始这个洋情独奏 就象征着百步蛇的花纹跟他的图腾 也是很描写性 但是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曲子 他的作品 其实我也认识他一段时间 他写的音乐其实很荡漫的 因为跟他长期合作的话 我觉得在于他的音乐的想象力 他是一个比较流动性的 然后还有一个画面 其实跟我有点像 选程系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也让大家看看台湾国语团 团圆的创作能量 这个作品是我们的首席 刘正宁老师的创作曲 现在是非常红的一首曲子 很多人想要演 那独奏是台湾国团 另外一个笛子演奏家 张俊豪 所以有点像Showcase 果然是演奏的创作能量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团圆 最后再请两个老师 跟这次想要来听 音乐会的观众们说几句话 期待你的朋友 参加我们这一次 新任总监上任的12月19号 破检重生 这一次呢 也是一个对我们国语团来讲 一个新的定位的思维的开始 我知道各位很多是 西越背景或是西越的Fans 但是我非常非常强烈的建议 大家可以来看看 现代国语团在做什么 我两边都接触之后 我发现其实现代国语团 很多地方走了 其实比西越还要前面 他包袱少很多了 所以他愿意探索的事情 他已经实践出来一个多样性 其实比西越还要多 加上我自己个人 还有仪域经理 我们都对NCO有一个想象 有一个期许 就是我们要创造NCO之声 完全是非常独特 属于NCO的声响 这场音乐会 我相信透过仪域的作品 一个全新创作的 他第二套教授曲 还有上述的这些协奏曲 还有这个很特别的 江文野台湾舞曲的国乐版 相信会给大家一个 对国乐既入门 又可以很深入 又很新鲜的一个影响 所以诚实地邀请你 那就期待在12月19号 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 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别人厅 见到大家 可以一起来听听看 台湾国乐团新任的音乐总监 江静波老师 跟台湾国乐团能查出什么样 新的火花咯 那么我们一起早上汇报 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早上汇报特别片 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个赞 或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几下留言 那么母地档汇报特别片 下次再见咯